這也沒看到頭 因為這個看起來蠻嚴重 但是沒有看到 這個草搭去 這個草搭去 這個草搭 如果有這個草搭 這個草搭 這個草搭應該在草搭 這個草搭 這個草搭 因為旁邊正常 旁邊也有些狀況 我們有可能推斷是否賺到草搭 但是看起來沒有 但是可能就是那個草搭 是不是有什麼 病病有這個疫病 但是疫病 我們看到的疫病 都是比較不會說 一下子的 這個草搭 看起來是還蠻 蠻吃力的 所以這個草搭看起來是很多 還蠻多的地方 因為蠻多的地方 蠻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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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買到這個疫病的一個 這個情形 就比較沒那麼嚴重 因為疫病是這樣的 就是說 像是均水搭到的 很明顯 但是你把草搭下去 有時候他的草搭下去 但是我 請請你跟我們聽說 我們聽說 要騙那個草搭 看看 因為草搭下去的時候 當然第一 我們會去懷疑 就是疫病 尤其如果漏過 那個 蠻多的地方 雖然是耍地 但是在太濺 這個時候 他就很容易去感染 但是 那個疫病 不會說一張 那條燈 旁邊正常跟我這條燈 所以 有一條燈 都鋼症頭 通常是 含這個尾管術 就是說 他可能 水爐已經散掉了 所以通常 這個 我個人去判斷 說 是不是有一個 萬苦病 萬苦的一個 這個情形 譬如說 他在漲頭 他在那裡已經敲開 敲開的時候 他整個草子 都敲開 然後 他就敲開 這個地方 就看看 所以這應該是 我個人的判斷 這應該是 這個 應該是這個 萬苦病 萬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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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通常 他要用 這個 當然 有的說 有可能是 這個 五點金富美困重島 這種情況 這個困重島 這個困重島 通常會有 原來是有這種 但是通常 他會生困重島 所以 你之前是有生困重島 萬苦 是比較不明顯的困重島 如果是有之前 你有看到 這個困重島 而且 店員沒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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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員 這樣 我們看到 應該就是 這個 五點金富美 所以我 覺得這兩種 都有這個可能性 你再看看 如果漲頭沒有批開 不是萬苦 那種 因為萬苦 到幾場 死的時候 應該都會 這個 漲頭的批開 所以 你的位置 後面開始 所以我個人 判斷 應該是 脫離不了這兩個 但是 五點金富美 我們的經營比較大 所以脫克松 脫克松 我們可能稍要管一下 尤其一張 現在在管 不是要把那張救回來 救不回來 但是一張 應該是有可能性 就是說不要讓它倒開 不然它會一張 一張 兩張 一直刷開 這個 這個 我個人的推斷 叫做 黑點跟虎兵 但是我們一定要 一步一步來 就是說 有可能是黑點金富美 也沒有人那麼厲害 這樣就知道 這個黑點金富美 其實 一看我們自己的判斷 就是 如果我要想法 就是 這病害 這兩三種 這三種 但是為什麼我會 夠厚外 跟你說 黑點金富美 因為你不能忽略 這個疫病 跟這個萬苦 所以你先知道 為什麼 我會把這兩項 病害 擺盜掉 這個原因 是在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自己 所以你試著去判斷 這樣油 還可以 比較準 這個黑點金富美 可能是我個人的 一個建議 你用這個 投克松 去做處理 應該是要灌 差不多 三邊到四邊 你如果是有水大隊 水大罩 其實是一個好方法